我们可以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稍微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视觉化分析工具 所以从最早的时候 我们先做了一个销售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有周数 所以在这边有49周 它的总营业额是4年下来 200多万美金 然后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从这张表里面知道说 它的营业额有逐渐在成长 而且你从以月来去观看的话 好像一年之中 在8月之前它呈现震荡 可是到9月之后 它就开始逐渐攀升 所以它其实是有季节性的 1月到12月 然后接下来12月完毕之后 又回到最低的1月 然后再到12月 所以它的周期性是1年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些图表里面主要知道说 原来它有淡忘季 它有10月份特别的低 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这边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主要我们公司以科技类的产品为主 你要知道 互动师的报表 我点2018年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的公司里面 肯定在第二名的类别 叫做家具类 它有大幅下滑 在2017有恢复到公司的一个黄金法则 这都是必须要掌握的资讯 而且这些资讯是要告诉老板的 重点是当我们今天知道了 2018年的家具类有在下滑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更加的了解 那到底是哪一个类别的 纸类别在下降 当我今天透过Ctrl键再加点家具类 我就可以知道2018年 家具类下降最多的是这个 叫做Bookcase书架下降是最多的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上一次有跟各位谈到一些行为模式 像我在这个地方 我主要是要给你们观看行为模式的图 举例来说 在这一张里面可以发现 这是2015 2016 2017到2018的各子类别 销售利润分析 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 它会有一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 这个公司的黄金法则 销售额增加 获利才会增加 因为它是正相关 这个行为模式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是及时分析 你一定要知道 老板最想知道的就是去年 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一家公司的商业行为 到底有没有一些冲击 所以它比较2018年跟2017年之间的差异 所以这边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这请各位能够继续延伸 像客户分析 十大客户排行一定会产生变动 如果你是股票上市贵公司的话 这都是要进一步去说明的 让我们的买股票的人 还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所谓的同期比较